位在永和區永珍路上的這一條小巷子裡 有一家主打天然食材 純手工製作的包子店 可別小看這裡的包子饅頭喔 一口咬下去能夠吃到Q彈的麵皮 還有滿到會爆漿的內餡 讓人一顆結著一顆愛不釋口 最招牌的玉米起司 那是大人小孩都喜歡的 那我們都是嚴選高級的食材 那就是那個香香甜甜的滋味 很受大家的喜愛 第一次來可以試試招牌的玉米起司口味 當然啦芝麻包、鮮肉包還有玉米包 也是深受陶客們的喜愛 我們的芝麻包 我們都是用純正的芝麻醬下去製作的 絕對沒有用芝麻粉加一些什麼其他的油脂 都是純正的芝麻醬 有別於一般市面上面的一些傳統的芝麻包 對 也很受那種陶客級的客人的喜愛 其實你就可以吃得到純正的芝麻的 純正的香味 我們的鮮肉包不油不柴 那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愛 而且我們每天都是新鮮的肉品下去製作 都不用冷凍的肉品 再來就是我們的玉米包 雖然說市面上有很多賣包子饅頭都有玉米包 可是我們是純正的那個新鮮的芋頭下去自己蒸煮 沒有再加其他的粉料 每一口都是純正的芋頭 曾經在食品業工作過的老闆娘 非常清楚食品安全的重要 所以他們家的包子堅持使用天然新鮮的食材製作 就算會花費更多的成本 也堅持不加任何香料調味 就是要讓客人買得放心吃得安心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在以前工作的時候 都長期都是在食品業界做管理職的工作 那知道說市面上一些產品 都是添加了很多的一些添加物 那所以我們自己在家裡製作的時候 我們都會當然都要選好的食材 新鮮的食材做在那個產品上面 那剛開始的時候像我們一些黑糖的產品 客人就會嫌說不夠香 我就說我這是寶山的黑糖 那純正的黑糖 那它的香氣就是淡淡的糖香氣 而不是說加香料的 而且這說實在 你要用天然的食材 還有都一定成本一定會貴上很多的 那後來因為陸續又有一些食安事件在爆發 那客人就是反而會現在跟你講 千萬不要太香 太香一定是香料 從一開始只是想要做給親朋好友吃 到現在創業賣包子 從大家不清楚店家賣點 到逐漸打開知名度 是老闆娘陳美玲這一路堅持品質的成果 也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的新口味 我們開在這種小巷子裡面 一定要靠口碑 那你剛開始 你會讓就是說可能知道的客人不多 也很多客人連走過也不曉得你在做什麼 那就是都一定要過一段時間的 對於品質上面的堅持 從頭到尾不管就是說 訂單的多少都一定堅持品質 每一顆包子饅頭都必須要經過 就是說嚴格的品管我們才會出去 想吃好吃的包子饅頭 又擔心食安問題的朋友們 這裡是你最好的選擇 而喜歡我們影片的觀眾朋友 也請記得幫我們的粉絲專頁按讚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